白落雨草猛 首先要在這裏多謝各位收睇音樂馬房和白落雨草猛 有些朋友用了我們QR Code 之後 其實還未能夠正式過數 所以在這裏也再和大家講一次怎樣用 首先當然要掃描這個二維碼 你會進入一個版面 這個版面你首先要輸入金額 可以留言給我們和選擇你的付費方式 如果你是選擇轉數快或是Alipay 你首先要走出去 在你自己相應手機的APP上過了數 然後回來再按可以付款 如果是Pay Me就簡單點了 直接按這條link就可以了 最簡單當然是用Visa 你可以直接按付款 然後按指示去輸入你的資料 這樣就可以了 在這裏再一次多謝你們 你們的支持對我們很重要的 無論看多或少 我們也感謝你 請繼續收看 今期呢 繼續有私力 因為上次已經講過私力會上到來一次的 我們又要講一下 勒姐交代的東西 就是轉數快 六三六六 二三一 今次我就不講普通話了 因為我普通話 這個禮拜裏面都沒有很大的進行 講英文 不用講英文的了 那些很簡單的數字 有些外籍人士看的 外籍人士怎麼會聽得到我們說什麼呢 新的QR Code 其實都用了兩期 不是太新 就是叫做信用卡可以用 轉數快也可以用 PayMe也可以用 支付寶也可以用 我又不知道 微信支付可不可以呢 如果有國內朋友 不行 不行 好像是 逮捕你 是呀 你有危險的 是呀 不知道有沒有觸犯國安法 給錢你 你牽涉國內的東西 又牽涉到銀子 是呀 你不知道自己會不會 誤墮法網 我們當然不會故意犯法 將來跟你去英國 去到機場 你被人截了 因為你犯國安法是比較麻煩的 就是 近時香港 不知道多少 48小時下叉儲 就不告你 因為告你 不告你 就要放你走的 國安法就不是的 國安法是可以找你 坐兩三年 對呀 不知道坐多久 難怪你閃到英國 不要那麼大聲 我們就好好的 非常守法 現愛藏國 現愛藏國 你上去做個位置做 草馬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我私底下就聽過你講 你跟觀眾交代一下 你講時爭取復排的時候 你曾經有個機會上蟲化的 是不是 是啊 你的情形是怎樣 可以約略說一下 約略好 當然是高層 我看過你的事情 中間不說 他說 翌日蟲化 我沒有再回去找他 你可以去蟲化 但是之後 我都淡了 我就沒有去找他 但是他看過你的資料 他有沒有發出同情一探 覺得你很冤枉 他說了一個人名 覺得你很冤枉 他說了一個人名 就是以前的 So sick 英文名 So sick So sick So sick 即是等於西門兄 西門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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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感謝他 是某高層來的 以前是馬主 但是非常高層 不是我找他 那次我就入場 因為有些舊馬主 馬出 撞到他 他自己捉住跟我說 就說看他的資料 是 但是你是選擇不去蟲化 非常高層 如果不是 如果你去蟲化也好 以你的級數 一定是蟲化頭 蟲化王 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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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化王 不玩 做馬房 我猜有興趣 或者你都做到 但實際 落手落腳 其實不是辛苦功 說真的 後來我發展了一套 真的 其實 如果你每次落手落腳 其實 不太好 反而 你教識了下面的人 自動幫他做 你怎樣做 我當時在澳門 練習到自己 不出現 交給下面的人做 我試試這樣行不行 不是去懶 我可以 因到馬 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以計算 計算 結果做了幾年 就沒有做 是啊 做了幾年 沒有做 因為那裡你都知道 現在都很少馬 我忘記了 我們有沒有說過 好像也有說過 如果騎士 贏了一場馬 有英雄感 就是 哇 好棒啊 抽贏你們 如果是 練馬師 就沒有這份英雄感 是成功感 多些 我這樣訓練 原來可以的 人家會贏的 那個成功感 兩個感覺不同 其實我一早告訴你 我沒有想過做練馬師 這些講過很多次都不講 那我想問問施力 你現在有沒有幫馬會做事 有的 海外賽 那些 王家雅士谷 那些 自己呢 自己有沒有 好像我們這樣做一個節目 我剛剛去那次英國都拍了馬場片 我都發過給你們看 都放了上網 但是你說做直播 我自己都要抽些時間出來 就比較多 工作 變成我都會長線 或者會搞一下 我都 我知道呢 你就有家底的 有錢仔 沒有 那 射著老闆 哈哈 沒有優 不是好像我們那樣優齊 不是 早晚都不優 剛剛打贏官司 我就優優地 我輸了草蠻 所以都不優 哈哈 哈哈哈哈 那好吧 那好吧 又說回來 有一個話題 就是 舊話題 來的 但現在可以拿回來說 因為呢 我們呢 讚過阿賢仔 很多次 就是廣碼的 非常厲害 對呀 非常之厲害 非常之厲害 好像呢 早幾個星期三 有一場馬 就是田雞贏的 那種 不知道 什麼 我都不知道 什麼 現在記憶力低 不知道什麼 粉狗 齊心之類的 那 他呢 就贏了 他一個鐘 怎樣 就是 掉姜誠也贏了 是啊 很明顯的 他還是掉右手邊姜誠 他怎麼看到 這麼沒東西 掉左邊就容易看 掉右邊 還要 左邊有隻馬 真的 要值得一讚 一讚再讚 但是這樣啊 我發覺呢 菜喉報告隻字不提 但他贏了 是否不用提 好像不會怎麼提 不是啊 警告 發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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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跌邊還是發錢 不是啊 好像田雞這一場 你正說 之前的沒有多久 是發錢的 一季跌得太多 田雞呢 有一個馬主呢 就是我們說 田雞騎工 都不是這麼硬 有一個馬主 就很不同意我 說 第三名 除了莫尼拉 潘頓 誰救他 什麼 這個看成績 但是我們呢 那個馬主還好笑 他自己本身騎馬 他應該看到呢 有一個三甲的騎士 不應該出現這麼多次 如果你覺得他沒有問題 那馬會又為什麼要罰呢 明白嗎 他還說呢 這次好像你說的 賽喉報告隻字不提 可能他贏了 你說騎工和成績 是不是很有關係 有時候沒有直接的關係 有些騎士可能經常在前列 但是供應騎工不是 很特別厲害 很偉大 大家都知道 做了十三屆冠軍 騎工當然好 但是很頂級 你對比以前高東尼 甚至乎比較厲害的 可能說的 魏德禮帕葛 公認騎工不是那個級數 那些神級 還有你講的 偉達 他初來香港 即使他做冠軍 你都不覺得厲害 但是後期你又會覺得厲害了很多 因為潘倫也是 好像草馬 以現在來說 他一來我也有講過 初來 但是他一路學 偉達最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了解到香港賽馬 那些馬盡量擠在前面走 跑法上會比較好 我想他現在都教了欺威心 這件事 即是說那些馬盡量前置 你不要跟別人鬥留 鬥後徑 如果偉達 跟別人鬥末段段變相接 一定不是上風的騎士 但是 他是把馬折在前面走 這個佔了一個優勢 他跑馬地有一個綽號 叫做攝位 他是不是想拜託 他很有意識 很多騎士 就是出來了有制御 我就放進去 裡面沒有的 他就很刻意 排什麼 當作想盡辦法放進去 他很明白那個 一定是 一定是 香港的評分這麼緊湊 你就是賺了這一個半個馬位 你就是贏的 我從馬之前提到的馬 跑第二就是 外面和裡面放進去的分別 差一點就是 差一點就是 尤其是香港這樣的環境 尤其是跑馬地 那時候我看到有幾個 除了偉達之外 有一個我也很喜歡 李澤力 他經常都放進去 他從什麼馬都好 他都不會漏太後 他永遠在三四五位 三四五位 在內南 有些我後期不喜歡 初頭都沒有問題 好像毛斯爾 他跌完一次之後 他永遠 做大圈仔 那你就一定會吃 你在法國跑 現在毛斯爾這麼老 還贏法國大賽 好像贏法國 二千千年來一千年 五十幾 是 他想法國跑 可能沒有問題 他那個賽事模式 和那個跑道 是沒有問題 但香港經常做大圈仔 有一個特色 就是 斷速一般就是快完 之後慢 然後流一流 然後再快 但是你英國歐洲 其實才跑馬 因為一條大直路 你出閘跟人鬥快 沒有用 沒有一個轉彎位 讓你留 變成很多歐洲騎師 來到香港 不懂 一出閘就流 一流便會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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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這件事 我想對很多歐洲騎師來講 初到來香港的時候 那個適應問題很重要 但很多都有進步 李希威森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班德麗那些 班德麗 都好很多 對 全部都是好 我想他們不只是在英國跑 他們都到處去跑一下 我想他們主要都是英國 只不過英國都有很多馬場 但是很多馬場都沒有用 好似施力說 很多馬場根本都不是建造出來 就是隨便在山頭鋪 那些太多上山下坡 好像早上兩集說葉森 葉森根本是十幾二十樓 可以衝衝下去 到二十樓 你不在現場看不到山坡 這些是很考薑城去流放的馬路 以前跑馬地也有點向下 跑馬地也有點向下 但現在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沙田馬場是這樣的 沙田馬場以前也向下 現在就不是 以前向下沉降 現在就是因為對面的 以前是80年代拍攝的鏡頭 已經沉了下去很誇張 我聽過草皮李 以前是李研子博士 在香港負責草皮 後來是郭澳門做了顧問 他說過沉降對面直路 因為那裏是沉降 接近10米 接近10米? 10米? 我們每天都在那裏 當時馬場起得太快 填海下面的沉降 這樣想想想 我們當時是否很危險 你知道沉降的沉降更厲害 下面的地基有很多沉降 都流失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原來 我們現在看的沙田馬場 我1978年看的沙田馬場 已經不同了 不同了 跑道也是那一條跑道 低了幾米 低了十米 很誇張 十米上三十多尺 你看看 這個樓頂幾層 我有一些事情想問你 你跑過馬地 譬如說上山那一段 要用僵城奏 或者平衡 上山就不用 其實你跑的時候 沒有那麼誇張 感覺沒有那麼誇張 下山那些 有一點點感覺 下山那些 上山也有一點點 要捉住 因為我們說 幫馬場 你看看你是否想在那時候 發力 如果你想發力 為什麼要捉住 但是你的平衡要好的 你應該騎過馬平衡 沒有那麼好 即是跑馬地 就肯定跑得沒有那麼好 你要靠你自己的僵城去 要捉住 要捉住 阿斯利亞 你去英國 早前我們有一個熱心 跟著有新馬劇 2000堅尼也播過 還有就是王家亞事谷 王直錦標那些 王家亞事谷你有沒有去過 王家亞事谷我沒有去過 因為那幾天 在亞事谷又是那些 很誇張很虛陷的 又要穿了衣服 有一租的 但有機會我也想去 王家亞事谷 我們知道直錦那段 是上斜的 所以 如果你一般去遠征的馬 你有1200米力 你就報仗1000 你有1400米力 就報仗1200 因為他都是直錄賽 但是因為末段的上斜 腳骨力不夠 腳骨力不夠 就差一些 我又聽過一個這樣的理論 那時候 那時候 好望國就去人國 好望國那年贏了 就在York 因為那年 雅士谷 裝修 小條流水就是在 雅士谷 魚子精華軟精 魚子精華那場搞笑 騎師看錯終點 他以為多 然後就鬆了薑成 差不多收薑 那隻馬真的很厲害 一兩步之間 差不多被人過 就去pick up 真的厲害 他很幸運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多謝施力 多謝施力 日後 又多點上來 歸尾還有幾次賽事 有空就上來 好 多謝各位 八落草蜂牙交戰 這一次我會看好第一場的12號波哥哥 還有就是這個第8場的2號煽露之聲 說回波哥哥 就由太仔轉去巴道 這隻馬就沒贏過 四歲而已 如果贏了都不知道 擔不擔保一定是留下 應該都可以的 四歲有些馬 沒那麼容易適應的時候 沒有足夠時間去成長的時候 那麼快出局 很可惜 但是去到五班 每個人都拼命 看看誰的功夫仔好些 所以我比較喜歡 其實是苗蜜得的 沒辦法 被迫要出辣椒 好像我們政府也有時候會出辣椒 樓價那些辣椒 什麼都好 這隻馬就換了巴道旗 又換個人試一下 最擅長是前一次跑第二 現在回去這個路程都可以的 應該都還有得跑一下 這隻馬轉了巴道希望比較好些 1,800都到的 1,600都是輸一個多馬位 不過那場雖然是泥地 跑馬地都是輸兩個馬位 我覺得這隻馬在五班 盡量一搏的話 就是要留意的 另外第八場的二號 煽怒之聲 另外一隻喜歡的 本來是太仔騎的 又轉了人 煽怒之聲 轉了給蝕恩 這隻馬都有看過 每次的候賞都不錯 都很近的 大部分賽事都近的 但是每次都跑1,400 講回這隻馬 其實是一隻外爾蘭的自購馬 比較有時北半球的馬 需要時間去到適應 現在跑了九次都差不多了 適應夠了 但是它在外爾蘭就贏1,600米 在香港就沒跑過 可能認爲這隻馬時間未夠 適應過情況未夠 趁它跑一下都開始適應了 現在正式來跑場1,600 這隻馬最跑得好那場 我覺得是前一仗 就是太仔騎 大家如果留意一下 它是一邊都沒有打的 沒有位出的 這些是否什麼陰謀論 就不要理它了 但是它的情況 其實跟上次潘明暉那隻都靈太陽 我覺得還差一點 潘明暉的經驗不夠 始終都不是說 一級大師傅 二級大師傅未到 三級都未到 只不過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本地仔 如果大家看他前仗那一場 就是太仔一邊都沒有打 又沒有位出 但是沒有問話 這次搞到有問話 有什麼物物 潘明暉 但他不抵 真的 不是說自己人 一定幫自己人講公道 不要管了 這隻馬就轉了蝕恩 那下來跑過 有根有據 雖然是在愛爾蘭贏的 有根有據的千六 我覺得就要留意了 不是待會兒一去跑自己贏過這個路程的千六賽事 一下去贏了 那下次又會不同一個世界 可能好分些 可能會熱些 這些不知道了 我覺得這隻馬都要留意 再說回第一場十二號波哥哥 第八場二號煽怒之聲 百樂這次喜歡是第七場三號神速奔馳 和第九場五號金鑽貴人 神速奔馳頭四場都是跑沙田直路賽的 兩冠兩鴉 上一場初上千二 跑到三角不入 而且穿了六個多馬位 表面上很多人對他 你究竟懂不懂轉彎的都有懷疑 但是如果你看到上次實際情況 他出閘的時候是撞閘而出 而且蔡明少兩邊腳踏都掉了 嚴重失平衡 就是馬右斜跑 撞來撞去 可以說未跑先輸 那一場在雜內就煩躁不安 那一場其實可以當他完全沒有跑過的 那他就是沒有參與競逐這樣的情況 那顯然呢 幕後呢 就對這隻馬呢 是懂不懂得轉彎呢 他應該是 好油把那隻馬呢 是懂得轉彎的 如果不是呢 不會這次呢 他不單止呢 是不報回直路賽 他連沙田千二都不是 是走過來跑快活谷的千二 快活谷的千二的彎更加急 那如果幕後認為他轉彎有問題 就不會報快活谷千二 那所以呢 我認為是沒問題的 這次呢 這次呢 應該呢 有機會呢 是修復前室 而且呢 經過上一次輸之後呢 這個賽職好像是斷了 斷了好像不太穩定 那這次呢 應該有些倍率的 那我覺得呢 這隻馬呢 是可以留意的 我看他應該 林長林五六倍到 想得過的 那另外呢 第九場的五號金轉貴人呢 上一次呢 田草千四呢 他升班兼 那法國骨轉家 沙田 再兼是增程是高難度動作來的 但他都能夠贏 即是說能夠克服高難度動作 這些馬呢 應該真是 真是可以說心不可測的了 那潘頓呢 曾經兩次放棄這隻馬的 就包括上一次呢 就換了潘明輝 潘明輝就拿著不放了 那這次呢 這個檔位又好 應該順利呢 就再贏的了 即是這隻馬呢 就完成歸來 五折是 毫無難度的 這次 這次是 田戰轉谷戰 和上次谷戰轉田戰 是兩回事來的 這次的老頭 就能夠解決 我們要在台北的 來 某行動 怎麼 在台北的 那 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